好的,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也是连着更新了4级的宝可梦 不过不用担心 如果这次的活动总体成绩还好的话 我还想着以后也搞个这个玩意儿 这次就是个水而已 当然虽然没有什么强制力 还是在这里求一下收藏,对吧 这样才能鼓励阿破继续爆干嘛 嗯 哈喽大家好,我是16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经营影片的故事 上次我们讲了袭击石英高原的假面人 抢夺了钢铁先生的特殊球制作秘籍 并同自己捕捉的凤王和洛奇亚身上 分别拔下了彩虹羽毛和银色羽毛 由此凑齐了制作捕捉时间的精灵球的所有条件 但这个时候被他用调虎离山制计 隔开的一部分道馆首领 却随着马之士的雷弓释放出了强大电能 返回了石英高原 并且连带着小霞的水军和夏伯的银帝 一同向假面人发起了挑战 虽然三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成功的形成水晶墙壁 卡住了假面人的下半身 但却没有想到假面人却自断半身 用着人类肉身难以理解的动作击败了三人 石英高原 小霞 夏伯 马之士和三圣兽都被狼狈地打在地上 眼看着假面人离开没有任何的办法 小霞和水军被关在水晶墙壁里 水军中了鬼司的咒语倒在地上 小霞则失去了氧气瓶陷入缺氧的状态 更无奈的是 墙壁外的其他人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墙壁 再这么下去 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军和小霞丧命 但这个时候 外面的水晶却听到了一阵铃铛声 水晶墙壁的里面多出了一个人 水晶知道这个人 他就是之前曾和他一起行动 并且号称追了水军十年的米纳军 米纳军之前在火箭队那里抢夺了透明铃铛 有了这个道具 就可以随意地出入水军制作的水晶墙壁 由此成功地将小霞和水军救出 和外面的马之士下搏水晶会合 而这个时候 同样处于后半车厢 回到石英高原的其他道馆首领 也赶了过来 找到了联盟李氏 询问现在的状况 联盟李氏非常的慌张 亲眼目击到三圣兽和假面人 对战的他根本无法相信之前发生的状况 明明将他的下半身卡住 他却自断下半身 明明将他的身体贯穿 他却依然像个没事人一般 三个道馆首领和三圣兽 确实制定了隐秘的计划 成功地关注了假面人 但是之后出现的状况 很明显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才导致他们准备不起 惨遭打败 但随行的小倩 听到李氏这么说 却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身体被打出个洞 却依然毫发无伤 他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是他的话 确实有这个能耐 做出这些事情 没错 袭击石英高原的就是那个人 此时石英高原已经完全破坏 假面人也已经离开 三圣兽被打败 剩下的道馆首领 就算赶来 也已经没有了用处 水晶囊背的看着 已经变成废墟的精灵联盟 望着在这片废墟里 受伤惨重的各个训练师 等一下 不对 有一个人不在了 刚才被假面人打得失去意识 瘫倒在地的精 不见了 此时的假面人通过信尸鸟 离开石英高原 高高的飞在空中 洛奇亚和凤王分别作为左右护法 跟随着他 他的他实现野心的最终目的地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 他已经把彩虹羽毛和银色羽毛 编织成了捕捉网 现在只剩下把其放在球里 就可以制作捕捉时间的精灵球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飞行的正下方 有一个伤痕累累的训练师 正做着火爆兽 拼命地在地上跟着他的脚步 给我等着 绝对不会让你逃跑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 假面人随便找了个空旷的地方降落了下来 他需要在这里完成球的最后制作步骤 并且为了不再出现之前在关键时刻被人打搅的情况 他特意命令凤王和洛奇亚 先飞上那个地方阵守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当然 你如果想问为什么不把强的精灵留在身边保险 派一些稍微弱的精灵去探路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人家最弱的就是这两只老子99级的杏丝鸟在此 需要你两个445级的神色有毛用 不过也是在他降落的同时 他发现了那个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少年 此时的精已经站立不稳 之前被假面人打得失去意识 醒来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跟着其跑向这里 消耗了许多体力 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站在了假面人面前 他之前就下定了决心 绝对要打败他 放出了自己所有的精灵 准备在这里与假面人一决胜负 即使这些在假面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你还真有勇气 在童树林 你败在我的手下 在愤怒之虎 你败在我的手下 在石英高原 你又败在我的手下 真的挺顽强的 我倒要听听看 你到底是谁 那你就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 我是弱业症的 精 此时的假面人只剩下半截身体 身体被打了一个洞 只留下一只手 但精却完全没有大意 连败三次的他 所以明白眼前这个人的强大 虽然对方变成了这样奇怪的姿势 但精并不关心 他现在只想要阻止他 精首先收回了其他精灵 只派出了长尾怪兽和胡说术打头阵 长尾怪兽使用高速移动 靠近了假面人 假面人则凭空在自己右臂断壳的地方 长出一根冰的手臂 将长尾怪兽打了回去 没想到他断了的手臂竟然还能再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精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具冰作的身体 他可以从空气中吸取水分 再让水分凝固 这样就可以不断的修复身体 看来三圣兽和三个道管手里 就是不知道对方的这个秘密 才败下阵 精联盟拿出抬球杆 准备放出下一个精灵 但假面人的速度更胜一筹 直接出手照着精的肚子给了一拳 他原本放在地上 当抬球打的精灵们也全部被打散 放弃吧 你打不赢我的 说的也是 我放弃了 你真的认为我会这么说吗 仔细一看 刚才被打散的精灵球 其中一个落到了假面人这边 并且连带着打向其他的球 全部在假面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做到了与假面人近身 没错 凭着精与他的精灵们的默契 即使在球里 这些精灵也能做到自由的控制球的轨迹 剩下五只精灵 此时全部出现在了假面人的面前 实际了与假面人的零距离 胡说术从背后束缚住了假面人 控制住了他的行动 也让他没有办法拿出新的精灵 唯一一只在外面的信尸鸟 此时中了牛蛙军的灭亡之鹅 双双倒地 没有办法的假面人 这时通过结冰 长出了冰的下半身 准备通过这具冰的身体进行战斗 但是巨翅飞鱼却载着向日种子 早早地飞到了正上空采集阳光 这里的岩石有着太阳石的成分 向日种子此时进化成了向日花怪 并且使用大晴天增加火系技能的威力 然后让火爆兽发出火焰 这就让假面人的冰成功融化 并且融化的速度超过了结冰的速度 假面人的身体正在崩溃 牛蛙军通过灭亡之鸽 与信尸鸟对抗 胡说术束束住假面人的双手 使其无法拿球 巨翅飞鱼载着向日花怪 采集阳光 使用更大威力的大晴天 然后大晴天再让火爆兽的技能变强 融化了假面人本身 五只精灵出现了完美的配合 此时此刻 金给出了和假面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全体的总攻击 每一只精灵都是我最重要的伙伴 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因为你只把精灵当成是工具 或许这句话让假面人产生了动摇 金伸出抬球杆刺向假面人的假面 随着一声破碎的声音响起 那个凶恶的假面碎成几块 落在地上 而这个时候 这个四处绑架有天赋的小孩 封印三圣兽 聚集火箭队残余分子 捕捉凤王和洛奇亚 袭击石英高原的罪魁祸首 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成都地区道馆首领 卡吉镇的柳柏 铜树林 这就是假面人实现目的的最终地点 曾经金误入到了这里 被假面人阻止 那是他第一次遇到假面人 虽然被打得很狼狈 但金也干了一件好事 那就是在祠堂发光的时候 偷袭假面人 让他错过了时机 而今天正是去上一次祠堂发光后 再次发光的日子 小蓝来到了这里 就像是银一直为了向假面人复仇 而在成都地区旅行一样 小蓝其实也是一直在调查 这个长达九年的事件 在暗地里搜集资料的她 其实比任何人都要接近真相 所以她才想着 趁着假面人来到这里之前 先赶往铜树林的那个祠堂 不过这个时候 她却遭遇到了袭击 假面人为了防止有人破坏计划 早就安排了守门人 在这里进行守卫 他们两个和加姆卡特一样 同样施出假面人 是假面人的爪牙 一个叫做伊树 一个叫做梨花 梨花派出月精灵 小蓝都还能勉强将其抵挡 但是当伊树派出天然鸟的时候 鸟系恐惧症发布的小蓝 却再没有招架的力量 小蓝相当的害怕鸟系的精灵 在她五岁那年 曾被凤王抓到假面人这里 给她的心灵留下了相当大的创伤 正因为这一样 她的非空手段 一直都靠着水剑龟 喷射水柱 或者反作用力来飞行 还有谁不会飞 小蓝调查到了假面人的目的 所以准备在假面人来到这里之前 抢先一步将其阻止 但其实假面人早就想到了 小蓝会来到这里 九年前 小蓝带着银离开的时候 顺带偷走了彩虹羽毛和银色羽毛 这两个羽毛 可以制作捕捉时间的精灵球的原因 正是因为 它们是进入时间空隙的必要条件 而现在拥有这两根羽毛的 不光只有它 还有九年前将其偷走的小蓝 所以说如果有谁真的能够阻止它的话 那就只有拥有另外两根羽毛的小蓝而已 正因为如此 它才会派伊树和梨花在这里等着小蓝 只要得到小蓝的那两根羽毛 假面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人可以穿越时间来阻止自己了 但是小蓝表示 这两根羽毛并不在自己手上 那么它们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谁也不知道 但这个时候 伊树和梨花却这么说着 它们早就猜到了小蓝的这一手 已经调查到了那两根羽毛现在的所在地 现在正在派火箭队成员往那边过去 此时再让我们把视线一转 在34号道路的培育屋里 小蓝和他的叔叔正在这个地方 原本他们是在漩涡猎岛调查洛奇亚的 但是当船被洛奇亚轰成两半之后 他们两个就被水流漂到了岸边 小蓝之前遇到了阿密 阿密给他写了培育屋的地址 但岸边的人们将他们救起来之后 发现了这个地址 于是连续培育屋暂时收留了他们 当然这并不是免费的 小蓝和小蓝的叔叔 被这里的婆婆硬拉着为培育屋工作 相当于抵消照顾他们这几天的费用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就在之前小蓝昏迷的那几天里 小蓝的皮卡丘和小赤的皮卡丘 生下了一个蛋 而在这里 小蓝也注意到了他们屋里放着的照片 这是属于这两位老人 他们年轻时代的故事 而这样看着与世隔绝的郊外小屋 其实此时并不平静 要说为什么的话 因为一大堆带着假面的户 进队成员此时来到了这里 两只皮卡丘顾忌自己的蛋 根本没有战斗的意志 而这里总共四个人当中 只有小蓝算是有实力的训练师 于是小蓝拿出精灵掩护他们离开 但是很奇怪的是 火箭队的目标好像就是他自己 所有被操控的火箭队 都莫名其妙地追着自己 对自己的帽子发动着攻击 小蓝觉得莫名其妙 这是因为他无法看到自己帽子上面的状况 帽子上的两根羽毛 被敌人割破原本的皮后 露出了另一种模样 那正是可以用来进入时间空隙的彩虹羽毛 和银色羽毛 没错 在一年前四天王事件中 小蓝是被小蓝推上战场的 那个时候小蓝就把这两根羽毛藏在草帽上 让小蓝带着 为的就是将其隐藏不被任何人发现 但是小蓝很明显低估了火箭队 或者说是假面人的情报机构 只要确定了小蓝是九年前逃出去的孩子之后 调查他在这期间的行动 很快就能将这两根羽毛的下落 锁定在小蓝的草帽上 此时此刻 在小蓝的头上拥有着除假面人以外 唯一一份能用来穿越时间的力量 而他也正是各位正义的训练师 对抗假面人的唯一希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请点个关注 并且一键三连支持UP主 收藏超过7000 我们就在下周二准时更新 好像你下周二已经只有两天了 虽然中间出了点状况哈 但我们还是完成了一天一根 年根四天的状况 其实做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想着对吧刺激一下观众收藏 毕竟之前收藏从来没有达标过嘛 结果大家还是挺牛逼的 确实可以做到一天一万 当然我其实真的做不到日根的程度 但是我想着以后这个活动 也可以多开几次 我想的最完美的方法是这样的 就是正常的时候保持一周一根 然后等月底的时候再来个连根 这样平时也有盼头 月底还有惊喜 岂不美哉 顺便一提 在这个视频之后 有很多人问我 到底在哪里有这个漫画可以看 那么在这里我想说的是B曼有收费的在线版 但是如果你有经济实力的话 我建议你买实体的大陆版40卷 总的也就400来块钱 主要是这样的 去年出的37到40卷 是时隔4年 大陆出版社才出的新卷 之前一直卡的37卷就没出的 就是大陆正版的宝可梦漫画 到底之后还会不会出新卷 多多少少就有他们实体单行版的销量决定 所以对吧 有能力的 那有经济实力的 我建议你去支持一下实体单行版 毕竟他们多卖出一本 之后发行新卷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那么其实这个才是我做这个系列的目的 我就是想对吧 把同好聚集起来 大家高高兴兴的在弹幕评论区里 讨论特别片的故事 然后有能力的入个实体版 重个销量 鼓励出版社继续出 那么我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